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之间也有暗中交易的现实可能性 雷承阳第二次出任总兵官 建中方面最大的变化是努尔哈赤的势力悄然壮大 在万历三十六年三月里布的一份文件中说道 更文努尔哈赤与帝苏尔哈赤皆多治齐兵 欣赏必发 妄自尊大 气质不小 当时的辽人当中有一种说法 女职兵若满万 则不可敌 按照这个文件给出的数据 当时 努尔哈赤已经拥有精兵三万多人 而明军在辽东镇的兵力又有多少了 万历二十八年三月 辽东总兵官马林要求增响 护特都给市中李英策表示反对说 辽东镇的兵额为九万五千人 能上战场的只有四万人 马额为七万七千匹 可用的只有两万匹 想银河除量 的差额部分 不见踪迹 多年以来 辽东梁响吕家 兵马玉手 所以 李英策建议严查 都能以国之命脉 民之高血 田无穷之贺哉 万历二十九年李成梁 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 就算能够表现得更积极一些 手中的明军数量能比四万只数多出一些 数量也一定有限 大概会比努尔哈赤的兵力多出一两万 考虑到双方实际的战斗力 再考虑到 明军在辽东 辽西的漫长防线 明军在数量上 对于努尔哈赤根本没有任何优势 很显然 二十年的岁月悄然流逝 李成梁和努尔哈赤之间的实力对比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个年纪老迈 功成名就 不思进取 安享荣华富贵 仗前将老兵背 另一个野心勃勃 胸怀大志 经过二十年的拓展与锤炼 仗下拥有了一大群虎狼子弟 和几万精锐奇甲 当朱雷成梁对努尔哈赤 拥有绝对优势的时候 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意无意地放他 一马 任由他征服女征各部 现在二人的实力旗鼓相当 李成梁单凭辽东一阵的实力 根本无力争讨努尔哈赤 只求自己的任命太平无事 能够维持住局面就很不错啊 绝对不敢主动招惹对方 雷成梁最担心的 还是努尔哈赤主动出兵 截略宽殿 长殿等地 明军退败会很难看 出兵回击的结果 则会更难看 雷成梁已是英明 不想在自己的牧连蒙修 这恐怕才是他和简达 超级谋话戏地的真正原因 或许还有另一个可能 他与努尔哈赤之间 有一个秘密的约定 或者是一种默契 明军主动让出这一地带 而努尔哈赤不会主动挑战明军 不给李成梁制造麻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